大家好 前期视频给大家分享过我这盆大蒜 就是早上起来发现它被那个雨水冲过了 就是把那些营养土给冲掉了 太可惜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重新换下盘土给它种植 然后就是把它轻轻的拿出来 大家看一下这些根是长得特别的长了 太可惜了 也要给它重新换盘土 这些就是为它准备好的营养土 里面有细合砂 营养土还有少量的养分 给它混泡均匀就给了 然后装到一个塑料杯里 最近这个天气以水比较的多 所以就导致了它被雨水冲刷掉 好了 这样就栽种完成了 栽种完成之后下一次我一定要小心 不要给它一个雨水冲刀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大蒜被雨淋后 给它重新换盘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再给大家分享它的生长过程 好了 下期再见